同学们请看 我有一条黑色的中长裙 到现在已穿了18年 不管在什么场合 百穿百搭 下面我就列举基本款的清单 白侧衣一件是经典中的经典 可以挑简洁 质地比较好 也可选有时髦的小细节 适合自己的白寸衣 配正装和休闲装都很合适 连衣裙四条 一条没有华丽和繁琐设计的单色连衣裙 适合办公室 一条摩登的适合公司年会和重大社交场合穿 一条性感的适合酒会穿 一条收腰威领设计的小黑裙 腰裙三条 A字裙可以说是胖瘦皆宜 瘦的女生穿起来可以修饰脸平的身材 胖的女生也可以遮住肥胖的下半身 是适合不同身材和年龄的必备单品之一 既有女人味又有办公室白领风格的腰裙 是指那种一条比较正式的可选专重又不知女人味的黑色裙子 直筒裙最为合适 最为合适 一条上面有适合晚宴的闪亮装饰的包臀裙 铅笔裙或大白裙 裙子四条 一条铅笔裙搭配所有宽松的衣服 两条长裤 一条适合办公室的普通款 最好是直筒裤或烟管裤 没有说一定是黑色的 但黑色无疑是最佳选择 可以配任何颜色的上装 一条时尚长裤 锥形裤或者阔腿裤 适合正式场合的经典款 西装外套两件 腰线以上部位短款搭配裙装 其腰上盖住藤部的西装搭配裤装 小西装永不过时 而且年龄跨度相当大 每个人的衣柜都应具备一件经典的小西装 以黑色白色为家 挑选西装的要觉也很简单 合身肩线绣长腰身 除非你是骨架大的女生 否则不要买太宽松太长的西装 封衣一件 封衣是经典实用的衣服 颜色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择 经典色系有米色黑色藏青色等 可以在连衣裙外面穿 再扎起腰带 天良点可以配长裤 封衣是搭配中值得投资的 春秋和秋季作为过渡件 春季和秋季作为过渡件 羊毛衫六件 两件紧身深浅的紧身羊毛衫做打底衫 配大衣或羽绒服 两件颜色各异的宽松毛衣 搭配紧身裤或牛仔裤 两件跟身体有一厘米空隙的 长短毛衣开衫 搭配长裤或者半裙连衣裙 T恤两件 条纹衫一件 黑白红白蓝白都可以 白色T恤一件 内搭外穿都可以 百搭 牛仔裤三条 一条设计干净 剪裁合体的烟管九分牛仔裤配西装 搭配高跟鞋 在办公室穿 一条宽松或有破洞的牛仔裤 搭配T恤或随意的上衣 适合休闲时穿 一条紧身纯色窄角的牛仔裤 搭配宽松的衣服 很好的休闲搭配 夹克两件 一件皮质或人造皮革 PVC的夹克 以黑色褐色最好 搭配牛仔裤或连衣裙 三双高跟鞋 一双中跟纯黑色百搭的高跟鞋 黑色高跟鞋 是任何一个热爱时尚女生 难以抗拒的 可以产生奇效的知识和风度 当女生们习惯了穿平底鞋和运动鞋 出穿高跟鞋会不适应 那尽量选皮质较软 根细1-3公分的皮鞋 根粗鞋跟在4-5公分的皮鞋 一双没有任何装饰的浅口高跟鞋 但皮质要好 一双米色皮鞋 百搭浅色裙裤 四双平底鞋 一双配七分九分裤长裙 尖头时尚的亮色皮鞋 或吸烟鞋 泡纹是百搭款 配时尚职业风格的衣服 偏成熟风 一双走路轻松 配时尚休闲服的乐夫鞋 黑色棕色适合配各类服装 也是学院风的一大特色单品 一双小白鞋 是配休闲服出游的必备鞋 走路极极舒适 一双牛津鞋 春秋季节 搭配泥子短裙 连裤袜的青春时尚休闲鞋 基础款的好处 就是在你拿到一件 不知道如何搭配的上衣时 拿出你的基础单品下装搭配 做个尝试 通常都不会太难 拥有几种基本款的衣服 能够避免平常胡乱购买 不常穿的衣服 同时也能够锻炼你的 运用基本款来进行 巧妙搭配的功力 让穿在身上的服饰 时刻为您说话 搭配的能力 需要在你每天不断思考 反复搭配的过程中 逐步提高 化妆与服饰搭配 是每个女孩子 步入成年时的必修课 有了正确的基础装 和一点点规划 你将节约金钱 节约时间 节约空间 最重要的是你 永远观彩造人 感谢观看